两分钱没人要的大白菜卖到韩国58亿颗供不应求 山东的一个小镇竟然能把持住韩国的炮菜命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8年韩国正用四大江洋岸土地建筑工程 由于种植土地减少 大白菜傻量骤然减少 10年韩国遭遇台风自虐 长时间的暴雨 把还未成熟的大白菜炮在地里 直接大面积壳屁 这一劫难导致韩国国内白菜价格只剩三倍 平均85人民币一颗 人们为了做不好菜一大早就排队抢菜 看着人民受苦 韩国只好求助中国 从山东进口几百吨的萝卜白菜等蔬菜 这才解决供应问题 我国平价的蔬菜在韩国买出高价 这让山东菜农看到了商机 纷纷种植蔬菜 由于种的人多导致一年蔬菜产量暴增 市场供大于久 白菜价格跌到了两分前一斤 甚至烂在地里都没人收 这时候山东任兆正为了拯救蔬农 计划向韩国出口泡菜 可是谁也没想到 这个无意见的计划 竟然引领了韩国泡菜的未来 韩国人有个原则叫做深土弯 也就是说自家产的东西 对自己身体最好 完全看不上进口产品 咱们如果想打破这个壁垒 只能和他们打价格战 因为韩国大白菜柜 当地市场的泡菜 每公斤高达3.75美元 而中国菜价便宜 把泡菜的价格压到了0.5美元 虽然咱们有价格优势 但是却被韩国泡菜标准 拦在了他们的国门之外 原来泡菜作为韩国常吃的美食之一 卫生标准极高 其中的亚硝酸盐 低于一定含量才能上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山东任赵镇建了无军工厂 每个人穿戴无军工作服 仔细处理每一颗白菜 而且全程低温运作 保证均落数量绝对达标 虽说任赵镇的低价泡菜 成功打进韩国市场 可是销量却是每况愈下 原来韩国虽然面积不大 但每个地方的口味都不同 即使相隔几十公里 泡菜使用的配料都有差别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专门去韩国 考察各个地方的口味 还从当地购买 他们的白菜种子回来种植 终于在不断的摸索中 解决了这一切 现在不管是韩国人 喜欢什么样的泡菜 在任赵镇都能找得到 咱们任赵镇的泡菜物美价廉 大量的韩国订单接种人士 一度造成供不应求的状况 为了解决供应链问题 任赵镇在全国找白菜 和多家企业联手合作 再加上当地政府的帮助 使大白菜从种植 加工和运输 整条产业链庞大又可靠 完全不亚于韩国本土泡菜企业 据统计 从17年到20年 韩国泡菜市场99%的份额 都来自于中国 其中任赵镇就占了80% 谁也没想到 山东的一个普通小镇 竟然能够把持出韩国泡菜命脉 也是在2020年 中国制定泡菜行业国际标准 我国的泡菜已经走出过门 面向全球 逐步成为风靡世界的美食